第四集 详细内容稍收上 各位中午好 我是林芝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自从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政策宣布之后呢 作为首批试点的城市 北京上海和厦门各大旅行社 纷纷推出首发团线路 而各地将于6月28号成行的首发团 特色服务更是花样繁多 当然报名参加的人也是很踊跃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了解 携程中青旅国旅总社等33家旅行社 已可经营赴台个人游 随着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具体实施细则公布 相关旅行社将正式开展赴台个人游业务 携程旅行网表示 携程旅游赴台个人游系列产品 不仅可以实现交通酒店目的地行程上的自由选择 还可通过众多一日游等当地游项目 从吃行游购鱼等方面解决到台湾后怎么玩的问题 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 而中青旅官方网5月开始推出在线排队去台湾活动 目前已有近6000人在线排号 国旅总社方面也对外表示 将进一步根据游客需求 开展租车 代办景点门票 以及当地一日游等多样性服务 大陆游客赴台个人游即将启动 台湾的观光部门拼宣传呢 也是打出了组合拳 首先是要登陆微博发帖 让大陆民众先透过网络了解台湾 然后呢 还要赶攻印制大陆游客专属的常用语对照表 甚至打算请歌坛老大哥罗大佑打头阵 在北京上海和厦门巡回演唱我们都很熟悉的陆港小镇 帮明年在彰化陆港举办的台湾灯会 炒热知名度 歌手罗大佑的这首陆港小镇 传唱超过三十年 红遍两岸 不少人都能朗朗上口 台观光部门为了推销陆客个人游 打算请罗大佑打头阵 飞到个人游试点的北京上海厦门巡回演唱 因为明年灯会就办在陆港 想要偷这个住宿的 台观光部门在用微博拼宣传 先po了野柳这张怪事照上网 成功吸引大陆网友注意 台观光部门的微博粉丝已经超过七千名 他拿到这张卡放在身上是很方便的 随时有问题就可以来做一个咨询 给陆客使用的紧急联络卡 个人游须知 还有常用语对照表都在敢供应制 提醒陆客 想要问有没有宽带 记得要收宽带网络才能顺利上网 大陆游客去台湾旅游 除了一些用语可能会听不懂之外 如果碰到了繁体字的印刷品 可能也会产生沟通的障碍 因此台湾方面许多相关行业 都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简体字的标示 以台北101商场来说 不仅各个楼层标示 简繁体字并存 网站上的在线行录 更是只有简体字版 不过呢 也有商家喜欢反其道而行之 台北101百货商场 几乎随时都有陆客团 为了贴心服务 卖场指标简繁体并存 点进101商场的在线行录 珠宝名表应有尽有 但仔细一看 只有简体字一种 我们放在网站上是因为 他们便于说 他们在来之前先可以 知道说我们有哪些对大陆游客 只针对大陆游客的优惠 锁定陆客与对岸信用卡合作推优惠 101有专属服务抢供大饼 不过也有服务业反其道而行 打开菜单 琳琅满目 却看不见半个简体字 原来是饭店有所坚持 强调反体字是吸引陆客的最大特色 集团底下的餐厅饭店 到游乐园 一概用反体字 看到简体字我会觉得比较亲切 但如果看到反体字我觉得会很有艺术性 我看了这么多天反体 反过来看简体我倒有点不习 不习惯了 对大陆人来说 反体字基本上都认识 要抓住陆客观光日益庞大的商机 对陆客来说 是亲切的简体字奏效 还是特色的反体字吸睛 业者各有算盘 到台湾旅游 除了去逛这些有贴心服务的商场之外 台湾的夜市当然是不能错过的 像是在台北 那里的宁夏夜市就是台湾著名的十大夜市之一 马上来跟随我们驻台记者的镜头 一起到那里去感受一下 来到台北晚上一定要干什么 就是逛夜市 而来到夜市的话 一定有一个东西不能错过 就是吃小吃了 只不过吃小吃的话 像这样子一碗一碗的吃 以女生来说我们不说 以我这样子的男生来说 最多吃个四摊 也就是四样就不得了 如果我们放开了 不计后果的时候 我估计最多也就吃个六摊了 那样子才只有六样 这多不过瘾啊 但是我现在所在这一个宁夏夜市 人家脑筋转得快 把小吃跟半豆 这两样台湾饮食的两大特色 来做了一个结合 那么这样子结合的结果是什么呢 只要吃一桌 就可以吃超过二十样的小吃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很不错呢 并且这样的一桌 名头不小 辈分也不小 叫做千岁宴 那什么 康熙的千手宴 我们是都知道 这千岁宴 就从何而来呢 各位队宾 上菜咯 自从这个宁夏夜市 有了千岁宴以后 可以说是一席难求 根本都定不到 但是难不倒我们 为什么呢 我们有老乡 林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 林大哥是我们的安息老乡 我们今天能有件事全靠他 林大哥请教您 这个就是我们的千岁宴吗 没错 这就是我们零夏夜市 结合的二十一项餐点 每项餐点都超过半世纪 那就是说我们二十一项 加起来它的岁数超过一千岁 绝对超过一千岁 二十一项平均 每一项最少都五十岁 怎么印证呢 不要只空说白话 我特别带来我们的摊犯证 这个是1954年由警察局就发给我们每个营业的摊犯 所以这个都已经接近一夹子了 那我们这里面每一道菜的年龄最大 在桌上的边边就是这一道咯 我以为那个只是附证的饮料 不是哦 这个是主角之一 所有的餐点里面就属这个年纪最大 制作这个羊桃汁可大有学问 放在一个很干燥的容器里面 一层羊桃一层盐 这样去腌制半年 才把这个羊桃拿出来作为羊桃的原汁 现在再来介绍这一道更是临下夜市的代表 我们经常用一句话来开场 传承百年老圆环 临下飘香一甲子 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传承制圆环上面的麻油腰花 你先尝尝看 麻油味非常重 这个60年来完全保持它的原味 从圆环传承下来就是这个一样的原味 今天我们来到宁下夜市吃小吃 宁下夜市本身的来头就不晓 它是台湾平出来的十大夜市之一 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 还有我们面前摆出来的这每一道的小吃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它们 我们今天是坐在这边等着上菜就可以 那么如果是说要到外面去吃小吃的话 那么这每一道排队的队伍都可以让你大吃一惊 那么像宁下夜市的千岁宴这样子 一桌就可以吃到二十几道的小吃 实在是太过瘾了 太方便了 来到台湾 如果要吃夜市的小吃 千万不要错过了宁下夜市的千岁宴 我是陈河南 我在台北 推销台湾旅游 台湾观光部门今年还有一个创意之举 那就是与开办超过三十年的香港小姐选美比赛合作 让参加比赛的嘉丽们到台湾去取景拍节目 第一站就直接进到台湾的航空公司总部 练习当半日空姐 这些嘉丽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甜笑灿烂 十四名香港小姐 破例进入台湾的航空公司总部 体验半日空姐 不过怎么看 大伙似乎都很鸡 等补装会先排好队 全程保持微笑 就算眼神放空 发现镜头再拍 立刻变成露齿笑 随时挺直上半身 保持完美形象 加丽们的行程还得进模拟舱 学开飞机 接着练习送飞机餐 有时候我看到有人会半段 所以我们通常会让自己姿势比较低一点 这样跟客人比较平时才比较OK 还要挑战滑四米高的逃身机 半日空姐的行程 跟加丽选美似乎有点跳动 搭不太起来 原来这群美丽焦点 是台湾观光局特别请来拼观光的 里头最亮眼的就是她 三号嘉丽许一鸣 侧身微笑的这个角度 有张明星脸 神似香港女星梁永琪 好的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看海峡五报 台湾速化季风暴持续延烧 大陆暂停进口 台湾受污染产品 增至一千零四种 日本媒体报道称 为阻隔核辐射外泄 阻挡核电站要加盖金钟罩 台湾宜兰的南方奥鱼港 出现上千只水母续级的场面 小新内容稍收上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昨天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台湾地区公布的情况又增加了受塑化及污染的问题企业及其相关产品的名单 其中被通报的企业增加了八家 产品新增二十六种 新增产品主要为果汁饮料 果酱 果姜 或果冻 胶囊 定状 粉状产品 此外呢 还有两种食品 虽然不在台湾地区公布的名单中 但在入境口岸被检出塑化及污染 这两种产品已经按照规定进行处理 并未进入大陆市场销售 加上这两种食品因受塑化及污染而被大陆暂停进口的产品达到了一千零四种 国家质检总局强调 问题企业的相关产品一律不得进口 好的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晚间表示 福岛第一核电站新安装的高辐射污水净化系统 当天在试运转中出现了漏水 恐怕无法按照计划在今天下午开始正式运转 东京电力公司目前正在调查高辐射污染水净化系统的漏水原因 而他们的原本计划是 核电站内总共聚集了10.5万吨的高辐射污染水 而净化系统每天能够处理1200吨高辐射污染水 再把净化之后的水重新注入反应堆 进而实现循环注水冷却 除了高辐射污染水难以处理之外 福岛核电厂的反应炉还是持续有辐射外泄 对此东京电力公司决定使出下下策 要在反应炉外面加盖一座54米高的金钟罩 将辐射彻底的包围在建筑物内 据报道这个钟罩采用日本传统的建筑技法 整个搭建过程不会使用一根钢钉 福岛核电厂内部地面上到处是因为爆炸而散落的残骸 东京电力公布核电厂三号机最新内部画面 往地下是走的楼梯间 灯光反射出黄色区域 都是从核子反应炉外泄的辐射污染水 三号机内部的辐射值最高每小时达100为西弗 这些陆续送抵港口的巨大钢架 就是准备用在福岛核电厂的金钟罩零件 但是高达54公尺的外罩该怎么搭建 传统建筑工法的卡榫技术这一回派上了大用场 从模拟动画可以看到这种不用上螺丝的卡榫组装方式 使用了最少的人力 将作业人员辐射污染的风险降到最低 等到钢架组装完成 外头在包覆一公里后的聚支材料 将反应炉与外界彻底隔离 都是辐射危机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只好使用这种下下侧 把辐射冻结在建筑体内 防止辐射持续外泄 除了眼前的辐射难题 日本3月11号发生的这场大地震 还引发了10米多高的大海啸 这也让专家们注意到了 这次的镇央是在一般很少发生地震的堆积层 因为地质松散摇晃特别剧烈 专家也提出警告说 未来50年内 日本东海地区可能会出现类似的三联震 海啸影响范围恐怕比这次的还要广 人口稠密的关系地区 包括大阪民谷屋都可能会受到重创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的宜兰 这里的南方澳渔港 最近几天出现了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有近千只的水母 组成水母大军 出现在了渔港之内 附近的民众都议论纷纷 说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 都没有看过这种景象 不过专家对此有比较专业的解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黑压压的海水里 聚集了一闪一闪的白色物体 仔细看这不是垃圾带 而是圆形的四眼水母 这几岗都有 这些比较少了 这些比较少了 这里是宜兰南方澳第二渔港 民众发现这几天 渔港内突然冒出近千只水母 不仅当地住了几十年的居民没看过 还吸引不少人远道而来拍照 民众弯着身子仔细看 水母随着海水漂浮 上下蠕动 张开整个身体呈现正圆形 最大的直径大约有40公分 当地居民怀疑 渔港内突然出现爆量水母 可能和天气有关 最近天气变得蛮炎热的 然后加上多天没有下雨 少雨水的话 它营养也会多 然后它会比较有它密食的那些生活环境上 水母大军压境 民众议论纷纷 还有阿妈特别带着小孙女来机会教育 虽然水母看起来很漂亮 但千万不要去碰触 否则很可能因此被遮伤 皮肤还会产生灼热感 我们再来看一起人事案争议 金门酒厂的主管经常是换人做 而且很多人都是空降部队 也就是说都是从企业之外 直接入主这个企业 这跟金门酒厂此前从基层 提拔人才的传统相差很大 这也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本周三的时候 有金门县议员就带头要给金酒的新主管 来一场震撼教育 还拿出了两公升的酒 要大家干了 结果一群人相互的敬酒还致辞 这也让这场震撼教育的气氛 变得很奇怪 金门县议会县政总直询 找来新上任的金酒主管 派派站 面对空降部队 议员炮火很猛 还拿出两公升好酒 要大家一起干了 现场气氛好尴尬 议员后来说是开玩笑 要大家一人一杯 意思意思 别让人笑说卖酒的不会喝酒 只不过看看这场面 议员长篇大论 金酒主管乖乖听讯 后头还有一整排金门县府首长排排座 好像在看表演 更不用说其他议员也只能干瞪眼 原来议员认为金酒新上任的主管不是毛遂自建 就是被推荐当官 相较于一般民众想到金酒上班要考试 经过层层关卡 议员很不平 只不过议员替民众发声 却当场拿出酒来 把义士堂搞得像交际场合 也让人痛逼 真的作秀 做过头了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为迎接美国歌手Lady Gaga 七月份赴台演出 台中市特别设立卡卡日 香港媒体爆料 风之婚变又有新说法 称之两人已经离婚 而导火索是香港女艺人阿娇 徐美凤生子传闻有后续 香港商人于双轮出面承认孩子是他的 想起内容稍送上 好的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如果我问大家 当今全球流行乐坛最特立独行 前卫大胆 造型出格的女歌星是谁 我想你一定会想到Lady Gaga 世界著名的歌星女神 Gaga 七月将在台湾台中市举办新歌发表会 这让台湾的嘎嘎迷们可是激动万分 这次的演唱会并不是售票的方式 仅仅只是让四千名歌迷凭新专辑的兑换票入场 而为了迎接嘎嘎的到来 台中市还特意将今年的7月3号定为Lady Gaga日 Lady Gaga7月1号将到台湾宣传 3号还要到台中举行新歌发表会 歌迷只要买卡卡新专辑 就有资格换票入场 但名额只有四千位 Lady Gaga新专辑才刚发行 已经登上唱片排行榜 但现在想买严重缺货 听到之后然后马上赶快冲出去 旁边附近的唱片行这样买 粉丝就怕错过跑了好多唱片行买专辑 但要抢到票还得等唱片公司23号 公布换票地点和方式后再去排队 以目前专辑销售数量已经超过两万张来看 先排先赢 要抢在前四千位换到入场券 真的没这么容易 他明天货也没有到 我们都有先追加了 国际巨星宣传新专辑 亚洲地区新歌发表 只选日本和台湾 甚至直接选中台中市 关键是这一封信 上一次写一封信 发生效果是王健明 现在是Lady Gaga 胡志强写信给唱片公司 亚太区负责人 希望卡卡在7月的亚洲宣传行 能造访台中 还提出多项具体欢迎措施 包括台中市将在7月3号当天 设定女神卡卡日 赠送卡卡试药 邀她当荣誉市民 而卡卡造访当天还会在主要干道上 挂上欢迎卡卡的旗帜 赞助商也将会在台中 举办小型的卡卡嘉年华游行 加上晚上提供圆满户外剧场 让卡卡举办新歌发表会 这才让搞怪女神卡卡 能卡在台中会粉丝 香港艺人谢霆锋和张博之 婚变传闻又有最新的发展了 香港媒体又爆出 谢霆锋的一名好友 在脸书证实两人已经离婚 另外风之两人分手导火线 除了先前张博之和陈冠希 同机合照风波之外 现在就连艺人阿娇也被卷入是非 被指去年与谢霆锋拍电影的时候 曾经多次前往探班 向谢霆锋吐露心事 因而打翻了张博之的醋坛子 谢霆锋张博之的魂变风波 就像连续剧 一级比一级还曲折 香港媒体又爆出 谢霆锋的一名风水师好友 在自己的脸书上表示 风之已经离婚 希望他们日后各自过得精彩 但这个消息还没得到证实 港媒又继续爆出另一个 让风之昏变的主因 就是当年同样渗入陈冠希 不雅召风波的艺人阿娇 明星来 来到我们的台口 阿娇被香港周刊报道 说他去年在谢霆锋拍戏的时候 多次找理由去探班 还半夜打电话给谢霆锋聊心事 惹得正宫张博之非常不高兴 因此对谢霆锋严加控管 甚至打电话怒骂阿娇 为婚姻再添一道裂痕 被卷入风之婚变 阿娇经纪公司立刻发出声明告 表示阿娇从来没有在谢霆锋 拍电影的时候去探班 周刊报道全都不是事实 除此之外 传出持续赶拍新戏的谢霆锋 身家22亿财产 一旦离婚就得分一半给张博之 让朋友很担心 他会人才两失 但谢霆锋表示 只想极力争取两个儿子的监护权 前他不在乎 不过眼看婚姻裂痕迫到越来越无法补救 张博之也决定使出杀手剑 打算照儿子提前画父亲节卡片给谢霆锋 希望靠亲情让他回心转意 风之婚变究竟何时才会完结片 可能还有的等 很久没有露面的话题人物曲美凤 在上个星期传出 在台北产下了一名男婴 曲美凤对于生子一世 始终没有正面的谈论 也是惹得谣言满天飞 15号香港商人于双伦 终于是承认与曲美凤的关系 也承认了自己是这名男婴的爸爸 话题人物曲美凤 日前传出在台北产下了一名男婴 而外传孩子的爹 就是照片中这名男子于双伦 于双伦透过媒体电话访问 证实了这段关系 年约50岁的于双伦 澄清自己其实是香港的商人 而不是台商 从事地产电子科技等产业 离过两次婚 有两名子女 与曲美凤是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 去年9月在深圳同居 10月底还曾一起回台 于双伦承认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 当时曲美凤的好友林瑞图 在访谈中就曾经透露端倪 我当然认识啊 我从未不认识 他现在人在台湾吗 没有啊 没有 他们那个企业在台湾 在大都那么大 大概是哪一类型的企业 他们有做地产 有做电子科技的都有 于双伦也透露了 曲美凤目前人在台湾坐月子 母子俩都很平安 曲美凤生子的话题吵得沸沸扬扬 只是曲美凤本人 依旧没有出面回应 其实呢 不管有多少的话题 对于曲美凤来说 44岁高龄产子非常的不容易 母子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孩子 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出生牛犊不怕虎 如果真的把一个小宝宝和凶猛的狮子 面对面的放在一起 会怎样呢 节目的最后 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看 这个小宝宝究竟怕不怕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